近日,在龙游320国道与北斗大道红绿灯路口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辆重型半挂车正在路口等待红绿灯 当绿灯亮起,大货车准备起步时 一辆电动车突然行驶到大货车前面 由于大货车存在视觉盲区 驾驶员并没有看到这辆电动车继续缓慢行驶 就这样,大货车推着电动车一直往前行驶 汽车人毛某被推行了有十几米远 慢性的是,毛某只受了轻伤 交警提醒,行人或非机动车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时 应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大货车驾驶员在起步时 也要多注意自己的视野盲区内 是否有行人或非机动车 从而避免事故的发生 1818红金眼综合报道